Hello,大家好,我是阿妮 我现在在新疆若强 我在这边做和田鱼 我做了 我前前后后做的 做和田鱼的时间 有刚过一年了 然后有很多小伙伴 就是他们在别的地方 买的和田鱼啊 或者怎么样 然后就私信给我说 让我看看这个品质怎么样 看一下图片或者视频 然后鉴定一下 这个是真货还是假货 就比如说 新疆和田鱼 最出名的这几个地方 切莫的唐白 若羌的黄口 还有和田的紫料 现在我就拿若羌的黄口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从不好的 然后到好的 首先就是咱们说一下 怎样去鉴定 就是说是 视频和图片看的话 他只能看一个大概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确定 百分之百的鉴定 还是得上仪器 就是说你通过视频和图片 或者是平时拿在手上 很简单的 大概的看一下 它到底是 真货还是树脂 或者玻璃 或者是合成 这几块料子的话 我是从左边 就是说是最不好的 然后到逐渐到好的 这个是最好的 这个是最不好的 然后咱们先看看 这个不好 它不好在哪里 比如说这块料子 可以明显看到 它左边这里有小白棉 白色棉 然后 它这里也有一点 星星点点的棉 不知道视频里面 能不能看得清楚 然后它的颜色呢 相比起这个最好的 然后它的颜色也太淡了 就太淡了 那么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第二个的颜色 就明显的比第一个颜色 要 饱和度要高一点 但它这个不好 就是说是它在后面 这里可以明显的看到 它这里有一点点小 微微的小系列 然后它这里结构 有一点点粗 所谓的结构 就是玉石里面的纹路 相当于石纹 或者再同时一点讲 就相当于咱们人体的血管 它是有一些这种纹路 纹路比较影响它的细腻度 所以呢 就是说是这个 它是属于第二 它能比这个好一点 然后这个的话 这个的颜色 又比这个 饱和度要更高一些 来 饱和度更高一些 然后咱们看这个的缺点 大家在视频里面 能看到什么缺点吗 就是当我转到这一面的时候 这里明显的小白点 小白点有 然后这边也有小白点 这个也统称为棉 或者是叫小白花 但它玉石非常的油润 就是不管这几个啊 它的颜色 哪怕它的颜色差 但是它新疆料的 新疆料的特点 就是它玉石非常的油润 不管它颜色多差 或者就是说是它有棉或者裂 但它的油润度是非常高的 然后咱们再看这个 这个的油润度更好 然后它的那个 就是整体给人感觉非常的细润 非常非常的细 非常非常的润 然后它也没有那种 明显的小白花 或者它就有一点点 咱们说这一点点 大家在看这个视频的话 你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我就是说是 来我把这个放到镜头面前 这个样子 可以看到没有 特别细小的 像针尖一样大小的小白点 像针尖一样大小 这种小白点 这种小白点 比这个小白点好太多了 这个小白 这个可以叫小白花 然后这个叫做小白点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然后大家也要学会看东西 你比如说这一块料子 我不知道在视频里面 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我这样看的话 能看到这里有一个水线 这四个的话 从这个叫黄口 然后这三个几乎 从这个几乎可以叫做黄玉 然后这个黄玉 这个就不容置疑的 这个绝对是黄玉了 就是百分之百的叫黄玉 这个也可以叫它黄口 也可以叫它黄玉 这个的话 基本上就是可以叫黄玉了 这个就是 完全可以叫黄玉 它料子有多好 就是它多多少少 会有一点点瑕疵 就是说 有小伙伴 当他私信我 就是说是 阿静你帮我看看 这个料子 它是不是和天玉 它是不是天然的东西 那么我主要就是看 它有没有这些瑕疵 当然了 如果这么一小块玉 这么一小块料子 然后如果它的价格上万 或者上两万 它几乎是没有这些瑕疵的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 你可以百度地图 或者高的地图 或者什么样地图 你搜索一下 玉石鉴定机构 然后它上面一般都有电话号码 你直接给它打个电话 询为它的地址 然后你就把东西寄过去 让它做鉴定 一般一个鉴定 上仪器鉴定的话 内地的价格也就是 十块十五 基本上不会超过二十 但是我们在新疆做的话 鉴定费一般都是在三十了 就是说大家在内地做的话 又很便宜 然后还有就比如说你是在 像在西安 或者是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基本上都有这个珠宝玉石鉴定机构 你都可以就近的在你所在的城市里面做这个鉴定 基本上了仪器以后它就是不会有假货 你比如说一万以下的东西啊 这个也没有办法就用价格去衡量 比如说米达料的 和田玉米达料的界面 它就是这么一小块 然后它一千块钱 它里面也看不出任何的瑕疵 反正就是和田玉吧 95%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小瑕疵 然后就是要根据这些小瑕疵 然后才能认出来它到底是真货还是假货 像树枝玻璃 还有合成的 它这种货的话 基本上它是没有任何瑕疵的 所以还是得去做 得去上仪器 得去那种专业的鉴定机构 去上仪器才能知道 如果就是说是我的料子是送到内地去加工了 比如说是南洋 送到南洋去加工 然后加工出来的话 那边可以做鉴定证书 那么我就会在那边做鉴定证书 我寄给大家 然后支持大家做附检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如果是在新疆这边加工出来的 那么我们这边没有鉴定机构 切莫唯一的一家鉴定机构 已经关门了好几个月了都没有开业 然后像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说是大家收到货以后 我也是支持大家进行全国附检的 如果发现假货 你说假一赔时假一赔百什么什么的 我都可以去保证 我可以保证这个就说明我这边没有假货 就是说还有大家 就最好自己再去做一次鉴定证书 这个样子的话你会更有安全感 大家如果还想了解其他关于 何田玉的什么专业的知识 可以给我评论区留言 经济因为不出门嘛 然后就没有什么多少路上的故事 然后就好好地在店里 做一些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的视频 好的关注我是阿宁 永床天涯的日子 咱们彼此陪伴 拜拜